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4月26日星期二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香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曾經跪絕全球的銅鑼灣羅素街鋪租 現在的租金水平竟然還低過上水 第二單消息 林鄭在今早見記者的時候 就宣稱 現階段未是時候可以作出實在的決定 是不是要做全民強檢 另外他又提到 說現時是無意再放寬外防的措施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銅鑼灣的 舖租水平暴跌的情況 根據今天星島日報的報導所說 曾經跪絕全球的銅鑼灣羅素街是江河日下 更加罕見出現了租金便宜過民生區的情況 報導引述 銅鑼灣羅素街的一個舖位 本來是由瑞士手錶品牌 愛比錶所租用的 今年3月 愛比錶就簽出了 舖位交給短短一個月 最新獲得 柳臣、長實執行董事 趙國鴻的兒子 趙朗旗下的公司成租 為期是3個月 月租是15萬 以舖位建築面積900尺來計算 赤租是166元 舖位的舊租金要110萬 相差的幅度達到八成六 星島向了舖位的業主金朝陽查詢 發言人證實 舖位是由趙朗有關人士成租的 但沒有透露租金 有代理指出 這個超級黃金地段的舖租 跌到民生地段的水平 是令人嘩然的 近期上水有多間的吉舖租出 其中龍心路的一個地舖 獲得老水店 以大約13萬元租出 赤租大約191元 而羅素街的赤租 比起上水的民生區還要便宜 足見在疫情底下衝擊之大 其實這個舖租暴跌 對於市民來說 根本上沒有什麼打擊 純粹就是損害了 那些炒賣舖位的業主利益 因為租金是他們落袋 關市民屁時 對不對 當然 過去兩年多以來 大陸的自由行旅客絕跡 那些舖租的泡沫馬上應聲爆破了 本來這個舖租跡絕全球的現象 就是相當不健康的了 因為這樣就反映出 那條街的店鋪 有很多商戶 根本上不是做本地人生意的 而是專門做大陸旅客的生意 就導致到有很多本地人 做開街坊生意的民生特色小店 全部被趕走了 要不就倒閉 要不就趕你上樓上舖 要不就直接遷出了那個區域 總之令到你沒辦法交得起的舖租 不能夠立足在這個核心商業區為止 當然現在的舖租暴跌 並不代表那些舖頭可以回頭 不過很多市民都會心良 他也沒有損失 關於他甚麼事 更何況 如果普遍的租金都是下跌的時候 對於市民來說 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為那些租金成本 最終就是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當然在疫情過後 也要提防低端旅客重現回香港 現在整條街當然沒有自由行旅客 沒有大媽叫罵、吵鬧 沒有拖劫、跌腳的情況 但是疫情過後又怎樣呢 當然很多人都預測到 自由行旅客未必可以短時間內 重現香港 因為大陸作出了很多管制 就算在一段時期裡說 澳門和大陸是通關了 但是那些自由行旅客都未回澳門 很多賭場還靜到拍烏鷹 足以反映 就算疫情過後 香港和大陸通關 都未必會有自由行旅客回來的 因為大陸就是要實施這個管制 不要使到錢外流 推動經濟內循環 但是短期之內 這班人不會回頭 但是長遠來說 香港都要制定一套新的旅遊政策 就是怎樣呢? 吸引海外的高端旅客 阻止低端旅客 前往香港消費 因為那班人專門買些無謂的東西 有些去上水那裡買些洗頭水 金沙朱古力 買這些東西幹嘛? 檸檬茶那樣 無厘頭就買一大堆 當然不僅是自由行旅客買的 有些拿著香港身份證 專門走去走水貨那班 一天來回羅湖關口幾次那班 又是去做這些大貨 全部應該趕絕了 這些行為令到很多市民困擾 反而來說 那些高端旅客是花得起錢的 他真的走去住酒店 不是到處睡的 之前報紙也賣過 有些大陸客竟然間 去郊野公園紮營 又有 有些走去麥當勞睡覺 又有 很離譜 有些是靈團費 那些招惹他們幹什麼呢? 一美只懂得拆除旅客數字 說到每年招待多少千萬的旅客 他要花得起錢才行 你要找這一個可以頂一千個 那些是高端 那些就是你本事 找到那些無謂旅客 走來香港才行 全部都是滋擾性 另外就是提醒大家要提防炒舖的陷阱 其實近兩三年 由於疫情下就少了很多 以往有不少的舊商場 本來可能是單一的租客去承租 兩三層的 反正那個業主 就劏開做幾十間的舖位 然後就出售 往往就會用這個 保證的租金作為招來 引了一群蠢蛋來落答 全部上吊都是蠢人 我告訴大家 因為人無出自人身上 他怎麼會有租金保證回報給你呢 就是從你交上去買舖的錢 來分多少給你 其實就是你自己的錢 這些劏場 九成九九都是沒有人會做的 店舖只有幾十尺 愚蠢得極 業權分散管理又困難 不要再上當了 日後如果疫情之後 還有這些劏舖出售的話 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因為我看到太多這些人 如果那些錢真的多了 而沒有地方用的 捐了他也好 做些有意義的事也好 千萬不要落答 買這些劏舖 貪自得貧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第二單的消息了 林鄭今天開行會之前 就見了記者 有記者就問到他 現在清零是不是無望的了 以及推行全民檢測的計劃是怎樣呢 林鄭就說 在抗疫過程的每一個階段 採用什麼程度的措施 要視乎大方面的考量 要評估措施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否則就要付出很龐大的代價 同時又要考慮到香港超過700萬人 對措施的承受程度 以及公共衛生的需要 林鄭透露 目前有措施已經已定了 但是 目前來說 未是時候可以作出實在的決定 仍然是要監察情況 在適當的時候 必定是會公佈的決定 那我就不會質疑林鄭在這裡耍太極 或者說話無靈兩可 最好他就繼續拖拖到任期 完了他都不繼續做這件事 就最好 有些盲毛呢 是又罵不是又罵 又學了李梓敬 陳詠欣之流那些口吻 有些是黃絲 有些是 好心啦 他不說 還好 拖拖拖拖 有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很想封城呢 很想做這些愚蠢事呢 不要是否罵 有所為有所不為 李家超坐正之後 你方他不會做嗎 以結果為目標 那大家到時放長雙眼看看 李家超做不做 但是至少林鄭 最後這兩個半月的任期 他最好就不要搞這些 是不是 我覺得呢 就沒有問題的 最好撐一兩個半月 林鄭就說 現時確診數字大幅回落 大量的社區隔離設施被丟空了 他就率先將部分的設施交還 包括三棟公屋大廈 和兩棟未入伙的過渡性房屋 也有設施改變了用途 例如築高灣的檢疫中心 就改為確診的中學文憑市考生的考場 他就說 不會將全部設施關閉 會呢 處於這個備用的狀態 以確保如果不幸再度爆發疫情的時候 可以使用 不要緊要你交還了 是吧 不要做全民強檢就可以了 太過無謂這些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清明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些專家都是這樣說的 不是我說的 大哥 好了 第二件事 林鄭就說到 隨著特區政府下個月放寬入境限制 檢疫酒店就有更多人預訂了 雖然未至於一房難求 但是部分的酒店預訂率是較高的 特區政府下個月開始 會將九間原本用作社區隔離設施的酒店 轉為檢疫酒店 涉及大約是三千間房 至於有意見就認為 航班熔斷機制是會影響香港 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應該取消了它 林鄭就說 現在越來越多地區取消入境限制 因此香港仍然需要保留外房輸入措施 減少輸入個案 他相信 熔斷機制的影響只是短暫 當香港日後的疫情穩控 放寬外房輸入措施 將會看到機場恢復以往的熱鬧情況 效果會立竿見影 黑日的酒店隔離這項措施 在他這一朝結束以前 都是不會取消 亦不會放寬 相信去到李家超坐正以後 更加不可能放寬 因為又說要配合大陸 而且李家超自己也說明了 跟大陸通關是擺在優先的位置 是優於跟外國通關 而許樹昌教授就說 如果香港是要跟大陸通關的話 就可能迫著要做全民強檢 搞到最後始終是走不掉 這個全民強檢 希望最好到最後不用做 但這就是主觀的願望 客觀事實 我們就是放長雙眼來看 另外林請就說到 有些設施會處於備用狀態 以防一旦出現的第六波疫情 我又想說說一件事 我發現有部分香港人的思維方式 都還是像特區政府那些官宣 經常都說要提防大陸波疫情 包括了特區政府跟大陸談通關 談好之後 他們又說分分鐘就會迎來大陸波疫情 即是你如果本身對大陸是很反感 或者你不喜歡香港跟大陸通關 這個是你的個人取態 是你的個人意見 但是你不應該拿這個所謂 第六波疫情會出現 作為一個反對的原因 這個是不科學 也是不理性的 要搞清楚這件事 你可以反對跟大陸通關 你有你這個想法的自由 但你沒有理由說 跟大陸通關就會出現第六波疫情 為什麼還有人糾結於這個所謂第六波 第七波、第八波 這些這麼傻的事情 我想反問那些人 你反對跟大陸通關 如果你的原因是因為 怕出現第六波疫情 那你是不是一樣反對跟國際通關 這個原因是適用的 跟全世界你都不要通關 永遠固埔自封最好 是不是這樣 那些人要改變一下自己的思考方法 不要再說 怕著第六波出現 一開放的關口 永遠都會出現 你是不是還怕這個新官 我想問 全世界都不怕的了 對嗎 全世界都不怕的了 外國已經沒有人管 復活節已經瘋狂去旅遊了 對嗎 為什麼還要糾結在第六波、第七波、第八波 要改變這種思維方式 不要再想這件事了 說得它爆了 外國就是不理 是不是 不需要再理了 因為是 有些人其實還是很怕新官這件事 不要再爭論 我其實不是怕新官 只不過是怕入方艙 這是另一個問題 怕入方艙 你就說怕入方艙 你不要怕著第六波爆發 有些人還是很害怕 不要再害怕了 全世界都不害怕了 對嗎 如果全世界都不害怕 你害怕 你就說人憂天 你不喜歡跟大陸通關 那就不喜歡了 這是一回事 但不要找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因來去堆砌 搞到整件事好像很合理化 你本身不喜歡跟大陸通關 這件事是很不合理嗎 我想問那些人 你不喜歡就只是一個情感的表達 用不著特地說怕著第六波 我告訴這些人 一旦香港跟外國也好 跟大陸通關也好 必定是會個案數字上升 那又怎樣 是不是不通 難道整輩滑地圍爐為之好 希望那些人細心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了 最後就講一下林鄭 講關於谷針那件事 她就提到 但區政府在谷針方面 已經是全方位這樣做了 目前最大的誘因就是疫苗通行症 今個月底是會擴展到第二針 下個月底就會擴展到第三針 如果不打針 不去吃飯 不去喝茶 不去看戲都不足夠的話 林鄭就說真的想不到有什麼方法 她還說 曾經聽過有人建議給錢鼓勵打針 但是如果這樣做 香港可能就會成為全球第一個 有這種做法的地區 而她也不相信這樣會帶來很大的成效 那不是的 如果你肯派錢的話 也有人會夠膽去拿 你肯派就行了 剛剛先 我不是說鼓勵她做派錢鼓針 也不是幫她鼓針 那些人不要搞錯 不要塞字 不要斷章取義 而是我說 她夠膽做派錢鼓勵打針的話 就是有市民夠膽去拿 你做就行了 是不是 不要說沒有效果 你都不做就說沒有效果 那就浪費氣了 是不是 現在你就叫做大石砸死蟹 不打針就是這裡不可以 那裡不可以 用工作的壓力 用這個 憑背的壓力 來逼那些人去做這件事 就是這樣 但是外國其實已經沒有再谷針 打完這個第三針以後 香港現在就說 開展所謂第三針 但是外國應該差不多不管了 打什麼針才行 至少在國內的情況來說 很少歐洲國家 還會說去吃飯 有看你有沒有打針 說你有沒有打 怕沒有生意做好過 真是多餘 最多說去國際旅遊的時候 就會看看你那個所謂的疫苗通行症 問你看看有沒有打過兩針三針 最後一針是幾天之前打 就是這麼多了 各個國家的要求不同 但是國內你或者去吃飯 喝茶看戲 很少 你還會說去看這件事 大部分國家都廢除了 對不對 其實香港應該廢除 你不跟國際通關 你就不要通知了 但是這些這麼愚蠢的 本地措施 還殺行來做什麼 你都幾百萬人感染過 根據港大的推算 你官員也有份引用這個數據 對不對 大部分人都中了招 那你那些房子來做什麼 你這個安心出行 其實還掃來做什麼 那麼多人中了招 還掃什麼 還追蹤什麼 還好像以前那些白癡記者會 張竹君醫生坐出來 左說右說 個案編號 多少多少 去那邊喝茶吃飯 多糕 如果一早我說了 在香港才浪費這麼多公帑 那麼多資源 做無謂的事情 還說那些人 張竹君醫生勞虎功高 浪費時間浪費精神 浪費錢 一向都要取笑那些 那些不說 是不是現在回落了 追蹤了 你不記得追蹤 即是過了那一陣子之後 哪裏還不會浪費時間 你這些東西才行 還沒爆之前 很緊張 爆完之後 現在只剩下幾百小時 你不去追蹤 不出去開記者會 逐個個案來講 編號幾多幾多 看幾眼火爆 就是那些低B才會去逐陽看 當別人戴個有色眼鏡 中了一招 好像以為他生麻風 這樣 要投射一種歧視 目光 一早我都批評這些人 是目光短淺的 個個有機會中 中過有些人也不知道 因為無精壯 不用理了 在外國已經是 玩完了 已經落幕了 夠鐘了 在香港繼續玩 那就玩了 但是經濟是要付出很大代價 不要緊 現在以結果為目標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